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,被長沙警方跨省營區的新快報記者陳永舟已經認罪,而新快報則是在10月26日發出聲明,堅持陳永舟並沒有違法違規的行為。 新快報的聲明中表示,中聯重科財務問題報導是新快報一個正常的新聞報導,對問題進行監督及報導是媒體的職責所在,作為新快報經濟中心記者陳永舟只是正常履行他的職務。 聲明中表示,黑查報導之後,除了其中一篇報導將廣告費及招待費5億1300萬元,賀寫成為廣告費5億1300萬元之外,其他報導內容都沒有事實差錯。 新快報認為陳永舟的報導符合與論監督內新聞報導的基本要求。 提及保討文質反應有關、照片、人口會違規的地方。 新快報告財務,廣告人員有消息的委員會有否約會暴力? 新快報告財務,廣告官司會有需要提及,在那附近的錄影片,